男子桌球部分是比較 亞洲人跟歐洲人 如果說是刻板印象來講 確實就是比較靠近鏡台 走速度上的那種走向 或者是走空置反空置那種的方向 三比劉士文現在領先 可是在近期年 比較出色的 如果撇開中國不說 比較出色的是傳統的歐洲選手 女子選手 然後有撼動到世界周壇的 是 比賽就是沒有很多的來回 就是一下子 一下子就結束了 7比3 現在10比3 好球 做變化 去看能不能爭取讓劉士文犯錯誤的空間 沒有輸的情況下還是把旋轉去夾上去喔 所以他們 畢竟是他們的國球 所以他們對於乒乓球的專研 就真的非常的 對 透徹 3 桌球項目的選手 想必是經過非常嚴苛的一個挑選 而且在訓練過程一定也 最後一場 是 我也是就想要 dire 抓了 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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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4 哇 路線上的選擇都是非常的 厲害 我在嘗試去做 突破的 4 劉士文獲勝 來看到第二局 5 好球 那時候的最年輕的 冠軍得主紀錄 那現在也是被PMA給打破 在去年的這兩位選手 劉士文隊上薩瑪拉 贏著就是要跟 PMA 有時候可能是說 你怕你給的 給對方的質量不夠 然後會被對方 這跟比賽的過程當中 連貫性是有可能的 這個失誤可能是 前面幾 而且桌球速度非常的快 那 4比2 5 唉唷小 眼睛啊就還是很緊湊的去面對每一分的來球 哇 哇 7 球 實際上的差距 所以他絕對不能再有太多的顧慮 太多的想法 就是球 那當然也不是故意的 喔齁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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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齁 哇 他心態上 絕對不能有任何的雜念 就是能夠在場上 就盡情享受著 還有一些新的思維 可以再去跟對方抗衡一下 是 對 1 哎呀自己上 哇 還有 這就會 3比 這是 1 1 2 2 0 0 både 呢 蛤 沒 冷 6 平 哇 再來一次 他自己為下一場準備的東西 對 對 哇 哇 那個旋轉 對 上面打表演球喔 哈哈 拉得非常遠距離喔 哎呦 下來了 再來喔 哼 這個球都非常的炫喔 對 最後也帶給觀眾朋友一個非常有趣的表演了喔 哎呀 娛樂一下觀眾 對啊 還來 那最後當然是沒有辦法了 最後 然後劉士文 非常輕鬆的以11比4 拿下了第四局 那麼在四局的比賽當中 11比4 11比6 11比7 11比4 直落 直落